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ヤシタケです 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日本人都怎麼用すみません這個句子 我介紹用法之前想要介紹一個 經常會有學生有疑問 すみません 跟すいません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日本人他的音是すみません 可是在口語上面 すみません 有一點難說 所以變成すいません 好像連起來的音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所以在口語上經常會說すいません 可是在書面上還是要寫すみません 會比較正確喔 第一個用法是最基本的 對不起 很抱歉 完蛋了 我遲到了 對不起 我遲到了 やべ 遲刻だ すいません 遅れました 現在還可以嗎 まだ開けますか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到10點而已 すいません うち10時までなんです 第二個用法是 希望對方注意到我的時候的用法 不好意思 我要下車 請借過 すいません 終わります すいません 不好意思 我要點餐 すいません 我要點餐 すいません 我要點餐 すいません 注文お願いします 不好意思 你的手發掉了喔 すいません 反勝落到yan 第三个用法是 我想要拜托别人的时候的开头 不好意思帮我拿酱油 不好意思告诉我了 第一个用法是 谢谢你让你费心了 这是京都的礼物 这是京都的礼物 谢谢你 不好意思 いただきます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为止哦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